大家好 今天赶上夕阳西下的时候 我们有时间出来到附近的树林里看一看 才发现啊 哎哟 我们几个月没来吧 最近干旱的要命天也特别热 我们经常懒得出来 今天到这一看 大吃一惊啊 这原来是雨林啊 压热带雨林啊 郁郁葱葱的 现在居然变成了这样 你看这干旱的影响有多大吧 我们搬到这儿来的时候 一直就觉得自己住在压热带的雨林 门前有池塘 屋后有森林 那觉得风景非常美 结果现在经过几个月的时间 门前的池塘彻底见底了 森林稀滑了 往下倒了 原因呢 是太干了 有的树都死了 有的树枝就直接就掉下来了 那这个压热带雨林 它经过长期干旱 它会受到哪些影响呢 我就忍不住的要去查一查 我得到了这些信息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 你这个水位下降 那这个我已经说过了 再有生物多样性本身就能受损 有很多原本在热带 在湿润的地方生存的植物就会受到影响 不过有一个好处就是芒果就开花 有可能会结果今年 然后这个树木缺水 死得特别多 而且有相应的这些动物 最让我伤心的是 我们的小肥龙 应该已经不在人间了 我不在家的时候 盖同学说他看到了小肥龙的尸体 哎呀 真是没有办法 当你的宠物是野生的时候 那自然界就是这么残忍 还有可能面临的问题是土壤流失 由于它呀非常干旱呢 当你再来大雨的时候 这个土壤就流失的可能性就特别大 这个事情应该怎么防范 到现在我还不知道 还有就是火灾的风险增加 这个确实很明显 这地上走着都哗啦哗啦的响 这干树叶子声 万一谁掉一根火柴 就有可能变成巨大的火灾 而且呢 一旦到这样的夏季 听说以前这地方附近有这种情况 那已经到了 就是大家都要搬走 要到外面去逃难了 我们现在就只能是眼巴巴地看着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还不知道 还有我就注意到呢 我们这附近的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去年来过的一些鸟 今年都没来 比如说国王鹦鹉啊 好像笑脆鸟来的也少了 听说笑脆鸟白天哈哈大笑啊 是和下雨有关系的 我们这些日子好像只有在早晨的时候能听到鸟叫 到白天的时候 这小吃鸟就不叫了 就不再来了 所以我估计呢 可能也是和干旱有关系的 我刚刚这一路走啊 你大概听到这个背景上的这个 这个声音 这是什么呢 这个叫中生矿鸟 或者也叫中鸟 Bell Minor 它长得呢 就和Noisy Minor 是差不多的 也是那种瞪着 无辜的大眼睛的那种鸟 但它呢 本身它身体是绿色的 或者橄榄绿的 但这个鸟啊 你在森林里是很不容易看到的 我今天拿着望远镜呢 我只看到偶尔有这些 类似于橄榄绿的东西啊 飞过去鸟飞过去 那就应该是它了 而且你听到这背景上 它们的声音是非常大的 很可惜这个中生矿鸟啊 它不是一个好鸟 它 你听到这个森林里有这么多 它的声音 这片森林就有可能要死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中生矿鸟啊 它吃的是那个牙虫 它分泌的那种含糖的分泌物 这个鸟呢 它为了能够保证食物稳定的供给 它就保护这些牙虫 别的鸟来吃牙虫 它还不干 它会把别的其他的鸟攻击走 所以这样一来二去呢 这些牙虫就繁殖 就过度的繁殖 然后就导致森林枯死 当然也有人说 这个可能有点夸张吧 不过呢 就是这个中生矿鸟 它的声音特别多 在这森林里边 一般是和这片森林将要枯死 是非常接近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从这个森林里走 四周环绕着这个中生矿鸟的声音 很好听啊 但是呢 这说明这森林已经受到了破坏 至少这森林现在不健康了 如果再不想办法拯救的话 这块林子可能就全都要死掉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干旱本身 是有关系的 这气候变化影响太大了 你真住到森林周边的时候 就能感受到它的影响 说到这里 再见 再见